昨天美国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他们有何来头 美军此时又想在台海耍什么新花样 对于美军的这个动态 东部战区回应说 一切动向尽在掌握 随时做好挫败任何挑衅的准备 这番警告有着怎样的深长意味 方面民进党就可以拿来做文章 那这次神盾舰它为什么它要贴近台湾沿岸 它主要第一个避免刺激中国大陆 那其次第二个它要让台湾熟悉神盾舰所谓的战术 因为这次神盾舰在台海上空是有操演的 它操演的坑木是以反权为主 那第三个民进党就喜欢拿这个作为一个大内宣 那从这一次神盾舰它通过台海 各位可以看到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重要的意义通过台海的风险是越来越高 那第二个就是说民进党也不敢拿这一次神盾舰通过台海来做大内宣 就是说它要求彼此双方要克制要自制等等 这跟过去民进党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 对方向发展上有尝词的 我们会在这次的地方 就有一个指握的 所以都不会把它扭掉 就是这个是让人说正确的